还记得如意战舟那个处处以嫡公主自居的何敬公主吗 仗着自己是嫡出的公主 所以嚣张跋扈 对待后宫嫔妃已止气使 瞧不上自己竖出的嫡妹 更是时常将月族带袍挂在嘴边 道真有几分复查皇后的影子 不过何敬公主却是该有嚣张的资本 她是乾隆与复查皇后的嫡女 也是乾隆朝唯一长大的嫡公主 复查皇后和乾隆共育有二子二女 但成人结婚也只有何敬公主一个 所以乾隆非常宠爱自己这个女儿 如意转中为了突出如意的主角光环 也为了更好地描写如意和红利之间的爱情 所以将复查皇后塑造成了一个不是特别正面的角色 连带着何敬公主也成了一个不好惹的主 但是历史上的复查皇后与何敬公主 可是一个非常正牌的人物呢 复查皇后是乾隆的白月光 何敬公主更是乾隆最宠爱的女儿 其实何敬公主是乾隆的第三女 只是前两个女儿都早要 何敬公主也就成为了长女儿 加上是复查皇后所生 地位更是尊贵 乾隆继位不久便将其封为故人何敬公主 这可是创了一个先例 毕竟清朝的公主一般在快出嫁的时候 才会被赐予封号 而何敬公主受封时也不过五岁而已 对于何敬公主的婚事 乾隆已是早早就定好了 他就是来自蒙古科尔沁部的王子 色不疼巴勒猪啊 这位王子在九岁的时候就被接到宫中抚养了 随皇子们一起读书 乾隆视他为半个儿子 十二岁的时候 色不疼巴勒猪尔被封为辅国公 是大清历史上最年轻的辅国公 一般公主十三四岁就到了成亲的年纪了 但是乾隆生生往后拖了两年 在公主十六岁的时候才将其嫁出去 可是乾隆这么疼爱何敬公主 又怎么舍得让公主远嫁呢 为此乾隆赤巨子在京城专门给他修建了府邸 破例允许公主与俄妇驻留京师 她是清朝唯一能够命名城市的公主 陪伴乾隆六十一年 此后还享受了皇帝的待遇 吉林省的中西部东辽和中游右岸 有一座叫做公主岭的城市 她的名字来源与乾隆的一位女儿有关 就是如意传中每次出来都让人带点气的何敬公主 但在历史上何敬公主可没有这么嚣张跋扈 毕竟 复长皇后温柔贤淑 又怎么会养出刁蛮任性的女儿呢 何敬公主出嫁的那一年年底 她刚出生不久的弟弟永从就死于天花 随后 复长皇后也在东巡途中去世 这里就和电视剧中演得不一样了 如意传中复长皇后去世的时候 景色还没有出嫁 也成为景色心中的一个遗憾 不过真实历史上 复长皇后去世时 何敬公主早就成亲一年多了 看到女儿嫁人 她这一生应该是没什么遗憾了 复长皇后去世以后 乾隆把对皇后的思念 全部转换成对女儿的宠爱 如果非得说宠到什么程度的话 那简直是含在嘴里怕话了 疼在手里怕碎了 除了魄力将公主留在京市以外 她的凤银也有所不同 按照清朝冠礼 只用远嫁蒙古的公主 才可以领一千凤银 而流金的公主 只能领取四百凤银 不过何敬公主 却成为了居于京师 而享受一千凤银的第一位公主 这一切度云于乾隆对她的宠爱 大概是因为复长皇后 和她所生孩子们都短命 乾隆害怕自己这唯一幸存的嫡女 也会离她而去 所以在何敬公主24岁这一年 乾隆修建了一座宝庄 四名为六合敬 还在里面放置了 5240件珍宝护身符 以保佑女儿可以长命百岁 而这个5240 就是何敬公主的生日 可见乾隆这个女儿奴 对公主有多么的宠爱 除了父亲疼爱以外 何敬公主的婚姻也是很幸福的 她与色不疼巴勒猪尔婚后 至少生育了五个孩子 可以称得上是清朝历史上 生育力最强的公主 可见 夫妻二人的生活 还是很和睦安稳的 她是孝贤皇后唯一的后代 被乾隆宠爱61年 成为大秦最幸福的公主 她就是乾隆的第三个女儿 故伦何敬公主 乾隆对女儿的疼爱程度 自是不用多说 甚至还做到了爱屋及乌 她将何敬公主所生的女儿 嫁给了永皇的长子绵德 还亲自给何敬公主的儿子 取名为厄勒哲特 木尔俄尔克巴拜 这可是真的是清朝最长的名字了 而且巴拜二字 用汉语可以理解为宝贝 可见乾隆有多喜欢这个小外孙 何敬公主出嫁后 乾隆曾派遣驹马远征准格尔 收复师弟 结果她却纵容阿木尔萨纳 到处犯事 乾隆知道之后 这叫一个生气啊 本来按照大清律法 应该要处死驸马才对 但是乾隆不忍让自己的女儿守寡 所以又做了一次特令 特赦了驸马 只是降格处理 将他削绝以示警告 后来 瑟布腾巴勒朱尔 在征战金沙时战死沙场 乾隆下令恢复他的王爵 也算是为何敬公主挽回了一丝颜面 只不过乾隆疼爱的女儿 终究还是守了寡 自此之后 乾隆便将何敬公主 接回宫中陪伴在身边 也不知道是不是乾隆的护身 浮起了作用 何敬公主这一生 确实顺顺利利地 活到了61岁 这在古代来说 可算是长寿了 她的整个一生 几乎都活在乾隆的庇护下 无风无浪 何敬公主死后 乾隆给爱女 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将其葬在了北京东郊的东坝镇附近 与驸马瑟布腾巴勒猪尔合葬 但是按照当时蒙古的习俗 需要将何敬公主的衣冠 埋在自己的领地 于是乾隆便在克尔庆部 何敬公主的领地 修建了公主灵 在古代 这皇帝之墓才可以被称为灵 何敬仅仅是一位公主 此后竟然可以享受皇帝的待遇 足可见 乾隆对这个女儿的宠爱了 说她是大清最幸福的公主 也不为过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